那今天是9月9号寓意着常常久久 霹霓仪宝36对新人就选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注册结婚 向彼此许下了爱的誓言 这36组新人在亲友和婚姻注册官的见证下 步入了婚姻殿堂 结为合法的夫妻 现场洋溢着甜蜜幸福氛围 今天是9月9号与常常久久谐音 一些情侣选择在这一天注册结婚 与另一半携手进入人生另一个阶段 36对新人在亲友见证和祝福下 在霹霓仪宝中国金舞体育会礼堂 完成注册仪式 新人们在婚姻注册官员的主持下 签下一纸婚书交换婚戒 正式结为合法夫妻 其中一对受访的新人邓家辉与妻子汤慧杰表示 两人交往五年 特地选在今天 寓意常常久久的日子共结连礼 一起同感共苦 然后就 就一起进入下一个阶段 共同面对不同的未来这样 因为结婚是两个人的事了 就很多东西都是 就看我们以后 好像今天都只这样 常常久久下去了 生化成家人 现场36对新人当中 也有一些新人是感情要好的闺蜜 以保重国金武体育会会长纳杜黄宝生表示 往年平均会有60对新人 选择在这个日期注册结婚 今年人数反而减少了 不过在接下来的10月10号和其他良辰吉日 依然陆续有许多恋人要注册结婚 对新人です 对新人有此地下并不透许多恋人 对新人有何听 也许多恋人 游多恋人 感谢闪 宝宝 参加 宝宝